膠卷影片縮圖的製作 首先我們需要變成膠卷的黑框 檔案,開心檔案 400 300 也許250好了 在電腦螢幕上使用92 72dpi就可以了 解析72,如果是印刷就要300 按確定 這個地方選起來以後呢 這一個再加一個圖層 這個圖層全部填滿黑色的 這個圖層一 邊級填滿全黑 這個地方 周圍這個背景黑的 上面白的 這個圖層調尺寸 邊級的 變形 變形可以改 我們上下70% 上面白流多一點 左右 90% 所以這邊95好了 我不想白的流那麼多 所以上面很厚喔 下面很窄喔 好來 改完了沒有 改完要點這個打勾確定 好 這是我們做的 來 最後兩個按右鍵要 影像平面化就變成一個 所以你看到是這個 上面白色厚厚的 下面這個 Ctrl A全選 Ctrl C 複製 複製要到哪裡 要去別的地方打印用 開個大的 1024768 1024 1024768是電腦 標準的尺寸 就全螢幕 來 剛在這地方呢 剛在這地方 編輯複製來這裡 Ctrl 鍵加V貼上 編輯的 就是這個貼上 貼上呢 這個地方我們來交換一下好了 影像調整的負片 我們想要的是這個 那等一下這邊要放四個 我們先把背景這個改成建成 點這裡 Double Click 變立班圖層 按兩下變成VG Background 背景色 那這裡要變成建成色呢 使用建成工具 點它 第一個點建成工具 第二個 在這邊請你選兩個顏色的 再點這裡 點這裡可以直接進來 好來 改自己的 我希望點這個是紅色到綠色 我現在點這裡 來這裡 再點一下 它是什麼 黃的好了 黃色 點這裡 黃色到粉紅 前一點色比較耐看一點 確定 按著Shift鍵 拖曳 由左而右 我現在畫的是這層 就淡淡的背景 在這裡 好 那上面這個呢 要四個 這邊要放四個 這一個 大概放兩個就滿了 對不對 那就要做變形 Ctrl T 什麼叫Ctrl T呢 就是編輯的 任意變形 這在FollowShop用期實在太高了 那你就要開始拉大小 好 你就大概看一下吧 1 2 3 4 好像要再小一點點 好了按Enter 就結束了 接下來 點這裡 Ctrl J 再按Ctrl J 再按Ctrl J 按三下就變四個 接下來 它負責的 它是移動工具 第一個往右邊移 點第二個往右邊移 靠近它會黏在一起 第三個往右邊移 靠近會黏在一起 第四個呢 黏在一起 好 那這四個按著Shift鍵 複選 按右鍵把它合併變成一個 那接下來我就是要在這個裡面填四張照片 如果說我覺得中間白色照片想大一點 接下來再來一個 Ctrl T吧 上下 我希望中間照片大一點 隨時可以調 那接下來 因為要做膠卷所以一般來說膠卷上面這部分是要挖掉的 挖掉 是它負責的 橡皮擦擦掉嘛 那擦要擦規矩的圖要點 筆刷 這裡筆刷 那筆刷呢 預設是沒有這個方塊筆刷喔 預設是這種圓形的 方塊從哪裡來 筆刷的預設筆刷集這裡 再來點這個黑色箭頭 點方方形筆刷 這時候再把它點加入 好 加入完以後呢 在這個地方你就可以找到方形筆刷 那方形筆刷預設是這樣喔 這連續的喔 那就這邊調間距 間距調著調著調著 這個就有間距 間距要多長就你自己決定 假設是這樣 好來 所以呢我現在 橡皮擦 待會使用方形筆刷 而且有間距的刪除 間距就從這裡調 那就先收起來吧 那這個 按著Shift鍵 這是筆刷的大小 好像大了一些 Ctrl加放大 這裡呢移過去我希望筆刷不要那麼大 然後這裡小一點 18 來這邊看一下這樣 好吧那就18 按著Shift鍵壓著不放 拖曳過去 Ctrl 後尾 旁邊請你點一下再切回來 低一點點下去就起點了 好按著Shift鍵 壓著不放 不好意思 刪完第一個請你切個工具再回來 不然待會就 這邊也再說刪除 按著Shift鍵壓著不放 就把它刪掉了 就把它刪掉了 所以電影的膠型就做完 那做完以後呢 接下來我要把照片填在這四個圖片裡面 照片呢 然後這個 這個就我的第一張 Ctrl A全選 Ctrl C複製 這玩電腦這個要常常要背的 來 我想把它貼在這個第一個地方 使用魔術棒工具 點這裡 編輯 選擇性 因為有了選舉區 我可以把 複製到剪貼部的照片 貼入到選舉範圍內 喔 那麼大怎麼看到藍藍的 因為這個圖很大 這一格很小 所以 Ctrl 減縮小 也就這個圖 要按Ctrl T來做變形 Ctrl 鍵加T 好 這時候你就開始拉了 跳跳跳 大概 拉到這裡來 大約 按Enter 就過來了 第二張圖 關掉 Ctrl A全選 Ctrl C複製 回到這裡來 這關閉了 我們要是這個 對不對 使用魔術棒 注意喔 你在這裡點點不到喔 因為這地方呢 這個圖層的這個位置空白了 所以呢 這裡按著Shift鍵 這兩個地方要做合併 那才會變成一個 這時候魔術棒才會點得到它 好來 編輯 選擇性貼上 貼入範圍內 一樣的道理 再按Ctrl T 調大小 調位置 我可以把我的照片都放進來 按Enter 那一樣再複選 按著Shift鍵複選 做什麼呢 合併圖層 填第三個 關掉 換綠色的 要選四個顏色不一樣了 Ctrl A選選 Ctrl C複製 再回到這裡來 點這裡 編輯 選擇性貼上 貼入範圍內 再點這個地方 按Ctrl T Ctrl 減是縮小 大約 Enter 再來一個 再開一個 另外一張圖 腳壓制吧 Ctrl A選選 Ctrl C複製 回到這裡來 按著Shift鍵這兩個 按右鍵要做什麼 合併圖層 再點這裡 編輯 選擇性貼上 貼入範圍內 點這裡 Ctrl T 所以Ctrl T變形 用機率實在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要背快速鍵 做完了 記得最後 按Shift鍵 複選這兩個 做 合併圖層 好 Ctrl 0 看到全部 什麼叫做 再做這些 Ctrl 0 Ctrl加 Ctrl- 接下來 這個要做變形 那點在這個圖層 編輯的 變形的 彎曲 彎曲裡面提供 現成一些造型可以使用 現成造型在這裡 我希望它變成什麼 標誌的形狀 這些都可以選 標誌這樣 這個做完以後呢 你要跟它講 做完了才能做下一個 所以要打勾確定 那下一個再來做變形 編輯的 變形 這是 這是我們使用什麼 扭曲 扭曲四個點隨便你拉 所以這個點要這樣 這個點要這樣 那這個點要這樣 這個點要這樣 就隨便你拉 你這裡拉住你覺得 它張力比較夠的造型 好 做完以後 當然就按Enter 確定 確定完以後 移動是它負責的 這個只負責選 這負責移動 移動完我想加陰影 再加一層 加一個新圖層 使用筆刷 那筆刷的大小 這個是大小 大小在這裡做 確定是 這個 語化 硬度一定是什麼 0 不可以是這種 這種100是屬於這種 點這裡 好 接下來大小是這樣 接下來 筆刷 大小確定完 接著 顏色在這裡 這要確定色 按著Shift鍵 從中間開始畫 畫這個筆刷 畫一個黑黑的做什麼呢 這裡再來做變形 編輯的 變形要做透視 透視是兩端對稱 透視呢 點這個拉 它就縮了小小的 那這個拉就拉的 沒有拉到這個 來先確定吧 那這個 來先縮小 Ctrl- 好這個點拉出來了 尖尖的 那長度不夠 一樣在Ctrl-T Enter 接下來做旋轉 Ctrl-加放大一點 那旋轉呢 一樣是Ctrl-T 變形的時候呢 移到邊界來 對其他 再拉一下 那這個角度呢 這條線應該是 類似像這樣的線 Oh sorry 我要跟你講 調這線的時候 除了說 這個點要對到它 感覺要對到它 這個點在這裡 那不好調的時候 方向鍵為調 上下左右 好 Enter 接下來 陰影必須在下面 調順序往上面拉 Ctrl-加0 又回到100% 那看一下感覺覺得這裡不太對勁黑黑的 陰影太黑了 所以這裡可以透過透明度來調 一般是這樣 那就完成了這個 影片膠卷的製作 有關 來 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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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